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说王先生要的话一二三四都要 要不然都没有 我就把它谈不成的 或者把一个二呢 我把像三明治一样 把它塞在那协议里面打个包 逼他带回去 那这种叫做整批交易 那为什么人家会接受会这样的塞回去呢 因为最重要的就是没有时间了 所以整批交易通常都必须借力 一个谈判的一个期限 期限 你用期限上的借力 期限这些时间就抓到一个期限 就是没时间了嘛 没时间 就是你如果要全拿的话呢 你坚持要全赢的话呢 那什么都没有 那就是零 如果你能接受一个75分的话呢 那有75分 所以这个谈判 严格来讲呢 最后的结果它不是100或75中间的一个选择 它是75和0中间的一个取舍 你坚持要100 你下场就是零 那我们用这种方法呢 给对方一个选择 加帕 就配上一个期限的压力 一个deadline 一个期限的压力 我说你不要做选择 其实给一个期限有个好处了 那对方最后让步的时候呢 他也比较能够自圆其说 他也回去跟他老板说 老板 你要不是没有时间了 所以我才带了一个这种不太好的东西进来 那如果炸的真的怎么样的话 真的在续约的时候呢 明年 那我一定想办法把第二条拿掉 他反正有办法去解释 那我们没关系 我要的就是把第二条塞进去 要就都要 不要都不要 谁最会用这样的解题方式呢 那就是国会里面 国会里面执政党 在野党 几种不同 几个不同的政党 他们要想办法通过一个法案 通过法案 他们在谈判的时候呢 可能有一个比较小的党就跟大的党说 你要我签字 你要我同意 是不是 那这个法案呢 反正这个股价都是你的嘛 是不是 那我要塞个东西进去 要夹带了我要的 我本党的这个意见塞进去以后 那这个东西我就同意 那这是各国的国会里面常用的这种方式 整批交易 那整批交易 当然你也可以考虑到说 我如果将来整批交易到最后 我忽然决定放给他了 放给他了 我中间某一个东西我就脱钩了 脱钩了 我说好了 那这个我就脱钩 那二就不塞进去了 一三四达成协议的时候先签吧 那于是我可以决定 我也可以决定 先好像整批交易 然后到紧要关头 我突然变得非常理性 会非常够意思 那我要塞的东西呢 我不塞进去了 我放他一码 然后让他知道说你签我一份情 你看我本来一定要塞进去的 结果现在我没塞进去 你拿了一个好的东西回去 但是你看执行起来不是有缺失吗 因为就差了这块啊 那下次我们再来谈的时候 那是不是你做一些让步呢 这本来也是一招 但是我们把它放在同一个系列 所以这一个解题模型 第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整批交易 第二个解题模型呢 含糊 含糊呢 就是各说各话 就是谈判有的时候呢 尤其是外交谈判 谈到最后呢 我们对这些事情是没有共事的 那你说会打起来吗 也不会 就是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个结果 但某一段东西呢 咱们就是没有共事 那没有共事怎么办呢 那么一种方法就是含糊过关 我用一些含糊的语句把它带过去 把它带过去 而这个含糊的话本身呢 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你们贵方有贵方的解释 我方有我方的解释 没有关系 大家都可以宣称自己赢了 自己赢了 那就用一个含糊的字眼呢 过去 这在谈判上呢 叫做agree to disagree 就是我们同意在这问题上大家保持不同的意见 这也是一个解题的方式 而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海峡两岸的九二共事 九二共事是什么呢 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就海峡两岸 台北跟北京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但什么叫一个中国 那么各自有不同的解释 这个呢 就是agree to disagree 含糊 这是第二个解题模型 第三个解题模型呢 我们就是把柄做大 增加资源法 创造东西出来谈 就谈判中 如果只有一个东西 我们在那切割 切割的话 那总也很糟糕 我们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办法去探讨一下新的方式 这个就需要上一点课了 因为这涉及到不只是技巧的问题 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用外国人常用的讲的时候 他用英文来讲就比较清楚了 就是如果我们的柄是固定不变的 那我切一块给你 你切一块给我 那个叫做trade trade 交换 可是如果我们既然不是讲在现有的柄里面去交换 我想说有没有办法去成就一个新的现实 这个叫explore 探索 我explore 我去探索看看 诶 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讲啊 我用别的方法可不可以把柄做大 把柄做大 把柄做大呢 把柄做大以后双方可以同盟起立 当然我们也非常清楚 就是我们通常是这样讲 想多分一点就把柄做大一点 但是柄做大一点是不是你一定多分一点呢 那不一定 对不对 比如说原来这个柄是十分 那么你们两个人呢 一人拿五分 可是今天柄做大了变成二十分了 你真的认为从此以后 你就变成拿十分了吗 他本来柄是十分 你们一人五分五分 那你认为他变成变二十分了 你们就一人十分十分 真的这样吗 不一定吧 说不定你还是五分 别人是五分吗 对不对 柄做大一点 是大家可以分的多一点 可是你还是少 他多分吗 那可是我们为什么还是把柄做大一点呢 机会吗 机会吗 所以我常建议很多同学 你们去看一些别人谈判的案例呀 就好像我们学下期 你要看一些棋谱啊 过去一些棋谱 他有些哪些精彩的一些案例 这个方法其实可以拿来 我们可以把柄做大 柄做大 而且要做到柄做大呢 还可以搭配一个谈判语言 你可以跟对方讲说 王先生 您有没有想过 我们可以一起把柄做大 那这个语言其实两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告诉你说 我没有恶意 第二个引导思考 因为我们发现谈判的时候呢 常常很多冲突的当事人呢 他就卡在那 卡在钻在牛角尖里面出不来 对吧 所以你要有办法把它拉出来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可以一起把柄做大 那么看他的反应了 他如果说 嗯没想过 那我们跟您报告 一个方法可以把柄做大 他说嗯想过 那正好 那用文齐详 所以这就是第三个模型 把柄做大 第四个模型呢 那就是我们常用的挂钩 一提挂钩 一提挂钩在谈判的时候呢 解题模型 有的时候他 我会创造东西出来挂 创造东西出来挂 如果你给我这个 你必须拿什么来换吧 这不是谈判的时候 是这样收的 嗯 过去有个学生是这样的 他这个他们 他们客户要求他每一年 他是卖方嘛 他每一年呢 你的成本呢 你的价格要降10% 10% 每年要cost down 10% 那就是对方要拿来 争这个价格 价格呢 那么那么那么 那么通常来讲 我们碰到对方提出要求的时候 我们常讲 你不太能够说yes嘛 但你也不愿意说no啊 那怎么办呢 嗯 那就是提出你的对案嘛 你的相对提案嘛 所以他就讲 好啊 你要我cost down 10% 你要我降价10% 每年降10% 可以啊 但是要交 但是要交换将来的优先议价权 我每年cost down 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说 下次你的什么什么设计图改变了 什么你不用我的了 我不断降价 或者什么原因 你不用我的 但是只要我有的东西 我希望能够交换优先议价权 我不会空手而回啊 我每一个让步呢 我们总希望能够带点东西回去嘛 所以优先议价权本来也是啊 这个就叫做挂钩 然后第五种呢 就是切割 切割也是我们常常非常耳熟能详的 也几乎我常讲的 几乎变成谈判铁律的 铁一般的一个道理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谈判的战术 那就是切割 切割的目的就是交换 好 我现在卡在那 很多人没有学过谈判的人呢 他就卡在那 他今天要卖个价格 他非点那个价格 他不晓得这里面可以活的 比如说 那我于是我们学过了 我一跟他讲 你既然那么在乎价格是吧 好 那价格我答应你 但是付款方式 你得给我一点 我得有点补偿嘛 或者什么什么你给我一点 我回去能够交代嘛 我能够交代 于是这在谈判上就是切割 你付款方式 你以为那对方以为只有付款 其实一个生意里面 他可能有付款 有数量 有交货 有规格 有保固 他有好多个层面嘛 就好多个东西 他组成一个最终的产品 对不对 那在这里面就是切割 我把它切出来嘛 那你一定要做东西 那我就来交换咯 那价格我都答应你 但是你们明年 得支援说我一些什么活动 那我算一算 他支援的什么活动 那其实我像前前后后 加加减减也都补齐了 对不对 但是给人的感觉蛮好的 就是我们切割交换 然后呢 第六个方法呢 就是交集法 交集法 就是我们在谈判看 有没有一个方式 他可以同时满足我方跟对方 就不需要 你想交集法的意思 他不是百分之百满足 就是重叠 就是我的意见跟你的意见 东西也许有二十分是重叠的 那我们就在这重叠的意见里面 我们找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方法 有没有什么方法 也许今天从重叠的里面 我们先进行开始小的合作 你看怎么样 对不对 我们通常的讲法是 先找重叠嘛 那算重叠 也许说 我们有很多方案嘛 方案那我们是不是 消去法 消去法 哪些不好的 我们先消去 结果发现我要消去第一案 你也想消去第一案 合正我们在消去 哪一个方案的问题上 我们的基本概念是一样的 基本取向是一样的 是不是 那你由这个方向就往下去去推 那小时我们其实还相同的蛮多的 那我们后面就可以谈了嘛 所以他就是要找一个 有没有小重叠的这个部分 作为我们下一步谈判的一个起点 就是他总有一点点重叠的 有没有 这是交集法 交集法 那么第七个解析方法呢 就是分解 分解 因为我们晓得对方提出来的很多要求 很多要求 其实或很多事情 他很多零部件 很多零件 他都是可以换的 换的 所以我如果一个东西 我一定要达成协议 可是我们就没有办法 在每个细节上都达成协议 怎么办呢 那一个办法就把它分解掉 所以那可以分解成九块 比如说一个九宫格 那里面有七个我们有协议 两个我们暂时没协议 那就那两个就先搁置吧 那两个问题先搁置吧 有些东西我们是这样切出来的 以前呢 有一个学生 他就跟我讲 他们家的例子 他们家做卖3C产品 3C产品 结果呢 平保人员来在现场的时候 他对那个工厂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他就说你那个 这个工厂做的不好 就不放行的货不能放出去 他非常挑剔 他挑剔 搞得前端的销售呢 Sales紧张得很啊 就跟我学生讲说 他是项目经理嘛 PM嘛 那时候我们是不是跟平保人员讲一下 大哥 他们当时做的是一个数码相机 他就讲说跟着平保人员就讲说 可不可以 如果今天相机的功能都OK 你所追究的就是壳子不对啊 他外包装的什么问题 颜色不对了 线条没对准啊 那这种求完美东西 我们一边走一边修嘛 一边走一边修嘛 你看怎么样 好 一边走一边让嘛 你看 一边走一边修 那么我们先卖嘛 卖了以后我们再说嘛 一边走一边卖 一边卖 然后一边去修改嘛 就是有些东西他不需要马上解决的 那先把它拿出来搁置 我们剩下的剩下的打勾了 我们先谈 可不可以 像这个就是分解 我们把它 我们把要求呢 分成一块一块一块的要求 哪一个你不同意 我们先把它丢开 对不对 又比如说今天你约一个女生 你约女生说 今天下午我们一起到河边野餐好吗 那女生说不愿意 不要 不要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就把它的要求 就把它分解 今天下午河边野餐 它四块 对不对 哪一块可以换 那只要你愿意出来 今天可以换成明天 下午可以换成早上 河边可以换成室内 野餐可以换成牛排 它都可以换 那它不喜欢的是哪一块 我们分解以后 看看有办法可以换 所以这是第七个模型 是分解 最后第八个模型 是梯形的模型 上楼梯 我们常常现在谈判的时候 我们很难得说打那个协议 就一路下来都一致的 不可能 因为情势可能改变 经济情势可能变化 而贵我双方 对经济政治的前景 可能有不同的预测 那怎么办呢 就好像我一个产品 我进到Watson 他跟我谈上架费 上架费可是我对经济前景 不像他抢的那么乐观 所以他以为很乐观 所以他说上架费也很贵 我说没有吧 上架费不会那么贵 那怎么办呢 为了谁也不吃亏 为了谁也不占谁的便宜 我们就可以把我付的钱 就分阶段来爬楼梯 就是如果今天在这个状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那我付多少 那如果我的业绩成长多少 那我的百分比增加 这就是爬上楼梯 他也可以下楼梯 因为什么东西 什么降下来了 我们的价钱就可以降 或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再降 所以在这里面呢 这种阶梯法 也叫结构式的协议 也是我们常用的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这里面呢 我们介绍了八种模型 就是包括整笔交易 包括含糊 包括把柄做大 包括挂钩 包括切割 包括交集 包括分解 然后包括阶梯 八种模型 你看看你能用到哪一个方向 试试看 沉淀一下 把它抄下来 抄下来 然后思考一下 希望多少给各位点帮助